现在台湾最热的这个新闻话题 当然是什么 美国总统大选人 今天又抛出了一个震撼弹 其实有很多人劝说 台湾人民那么热 好像多数的人是觉得说 好像川普会当选 对台湾比较有利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我们选前就是说 不要压对保压错保 不然压错了是蛮麻烦的 对 没错 其实以前我们台湾的民进党 是跟民主党比较好 国民党跟共和党比较好 结果现在国民党的 你把刘维森说 他这是个人支持办当 变得罵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马上说 他们没有特别说 因为他不是立法委员 或是党团种召 对 你是党团种召 你不是自己私人的意见 你这样去抵抵抗 万不幸川普又动选 国民党就召起来对吧 那跟川普的关系 就永远没有办法修复了嘛 那事实上呢 结果我们四年前也没想到啊 没有想到川普当选总统 一通通通就靠蔡英文 蔡英文受宠落金对吧 都召起来 也没想到川普是共和党的总统 但是呢这四年来 对台湾这样以后 好像军事都没在背后啊 还没在空对地哦 那个270公里射程 直接可以打到中国 那个陆地上面的飞弹嘛 过去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哦 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呢 在台湾跟美国交所的过程当中 那个民主党确实曾经 让我们失望过 为什么这样讲 1960年 那么当时有一个总统辩论 是谁啊 是那个甘乃迪跟尼克森 那么甘乃迪跟尼克森呢 也是因为这场辩论 所以呢甘乃迪 那时候很帅哥一个对不对 那辩论了哇 风度翩翩啊 结果最后甘乃迪就当选了总统等等了 后来还有这个古巴飞弹危机等等 那都是我们知道的甘乃迪 一直到他后来 取了假机 然后又被暗杀等等 可是你不知道啊 很少人知道啊 为什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当时辩论的时候 有一个主题是 是否要放弃台湾的金门跟马祖啊 你知道吗 问题就在于甘乃迪说 应该放弃啊 一个把金门跟马祖放弃 各位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海峡中线吗 美国从头到尾海峡中线一话 他们只负责 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群啊 只负责保护台湾跟澎湖 他金门跟马祖不在这个直列哦 甘乃迪那时候也认为哦 应该放弃金门跟马祖撤军 你知道吗 可是他自己当了总统以后 基于战略 他还是没有撤嘛 那除此之外呢 不能乱压 为什么呢 那么美国是超级强国 对台湾又有经济跟军事上的这个 等于说啊 那么紧密的关系啊 所以你不能压民主党 或是不能压这个共和党 压得太 介入太深 介入太深 你会被报复的 为什么 老蒋蒋介石啊 当时国共内战 然后呢 刚好要死不死 因为杜鲁门的民调低啊 那当时的总统杜鲁门的民调低 再加上说他对老蒋 反正就是不对眼就对了 他对老蒋的非常不对眼 对了很多的东西都为意见 包括美元 包括各式各样的这个武器 包括什么 都为意见 所以呢 你如果这样的话 结果没想到说啊 到后来 杜鲁 你知道吗 共和党的杜鲁 哇 生死也很好 各位 如果你要说民调 那时候杜鲁是这样 然后杜鲁门是这样 所以老蒋就说 既然他一直这样子嘛 对吧 杜鲁又这样 不如我们的帝国民 你知道吗 而且他做了犯了一个大忌 他派人拿了经费去帮 我们变成国民党去帮这个杜鲁 经费的部分都 你知道吗 然后帮助杜鲁 就没想到就因为这样 我告诉各位 现在唯一可以翻盘美国大群 就除非他患了这个当时杜鲁的一个毛病 什么呢 就稳超胜见我们赢的嘛 就没有竞选活动 没有那么大力 没有那么认真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支持这个杜鲁的这个后 那个 这个选民啊 认为说我们赢的啊 我们赢的我没去投票 我们赢的 不然就不要赢了 不要赢了 出来了有杜鲁门赢了 杜鲁门赢了你就死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还把经费预算去投在敌营 所以让他找到借口 杜鲁门啊 马上宣布 跟台湾划清界限 我的天啊 那时候我跟你说 那时候台湾几乎被孤立 然后就不过 那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什么 后来不是包括什么 来到台湾以后 撤退到台湾 带了400多万两黄金吗 你知道那个烧钱烧的有多快 50万大军耶 单单50万大军 还有包括其他的那个什么军功架 全部喊不当当加起来 这金子金笨的 再过一段时间全部烧光了 如果没有美元的话 后来教授是爆发的 包括韩战 包括什么这个在战争了以后呢 后来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他也不得杜鲁门 也不得不基于整个 那个美国的整体在亚洲的这个利益啊 只好第七艰队协黄台湾 各位 所以呢 你要知道 我们台湾有什么 有一条罗斯福路 然后当时呢 有一个人都跟老蒋很好 常常到老蒋 常常到台湾来 到他的这个士林关底 到阳明山去 叫做麦克阿瑟 所以台北有一条叫麦帅公路 有一条公路叫罗斯福路 就是不会出现一个杜鲁门路 而是 这条公路叫做麦克阿瑟 我可以出现一个杜鲁门路 如果您有点准备 那里面是所有人都不会出现 这条公路叫做麦克阿瑟 我可以出现一个杜鲁门路 就会出现一个杜鲁门路